大家好,我是果珠,我现在在纽约,最近一个放手网络,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十几万人? 大家反应不大,但是Floyd一个人死了,这么多人出来抗议,美国太奇怪了! 希望可以回答,今天是纽约七日,从美国爆发疫情到现在,美国死了十几万人 但是一直到现在,美国没有因为这十几万人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之前美国有抗议活动,但是因为是大家要复共 5月底,George Floyd因为警察暴力制法死了,全美国很快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所以问题来了,在美国为什么十几万人的生命不如一个非一美国人的生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历史 1770年在Boston,一个加法店的员工,因为一个英国军官拿了加法没有付钱 所以去找军官拿,然后一个英国士兵打了这个加法店员工 旁边的人看到就用石头打英国士兵 然后英国士兵用唱,打死了五个旅人 这个事情本来不算很大 但是后来有人画了一幅画,很多人看到这幅画都很生气 大家开始反抗英国军队,然后有了美国独立战争 这就是有名的Boston Massacre 但是是因为五个旅人和英国打架吗?当然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trigger 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一直是有的社会矛盾 George Floyd最近的问题也是trigger到美国的社会的问题 我们的警察暴力的问题,我们的种族气势的问题 但这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让大部分人生气 那什么社会问题让大部分人生气? 如果我们在网站叫What's the trigger of anger? 第一是injustice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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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国有哪一些社会的问题? Wasson University有个调查 是2017年在美国就有四千多个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 大部分是关于civil rights, immigration和racial injustice的 这三个差不多是现在在美国最能让大部分人都生气的社会问题 你可能要问美国政府没有控制好疫情也是一个让大家生气的社会问题 是的,但是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有点太难 很多美国人可能不了解美国政府和疫情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疫情刚开始,CDC说不需要戴口罩 那因为是CDC说不戴口罩,很多人死了吗? 这个英国关系看起来不是直接的 没有办法用一分钟的小视频讲很清楚 所以没有办法引起公民 大家别忘了,美国有一部分人不在乎这个病毒 他们说每年有几万人死了因为流感 为什么新冠病毒死了十几万人要shut down经济? 所以在美国一个事情如果要有社会震动 第一,需要一个容易了解的事情 英国关系简单 最好是有小视频或者照片 第二,这件事可以反映一个一直就有的社会问题 能引起大部分人的公民 第三,这个社会问题能让大多数人生气 这Jorge Floyd的事情满足这三个挑战 所以每天有这个 中途来说,这个不是死十万人 还是死一个人的问题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新冠病毒是一个偶尔的事情 但是中途其实是一个两百年的社会问题 所以更严重 每次一个innocent黑人被警察打死了 在美国都有抗议活动 大部分的抗议活动是特别和平 以前就在当地的地方有抗议活动 但是这次全美国都有 我觉得主要是有三个愿意 第一个愿意就是 因为很多人三个月没有工作 一直在家里 不可以出去玩 不可以去entertainment 不可以去sports 所以很多人特别fustrated 第二,川普乱转话 之前每次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总统会说比较和平的话 大家不要生气 不要looting 但是这个时候 川普在Twitter上说特别aggressive的话 他说if you loot we shoot 这个会让很多人特别生气 第三,因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 所以最近我们的媒体是比较provocative 另外一个问题是 媒体平派用一个算法 只给你看和你的算法一样的东西 这个会让你越来越extreme 因为你没有看到比较objective的东西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暴乱 第一是因为坏人利用这个机会 赚钱或者做其他的 第二是很多人特别特别生气 第三,有可能大家看别人做 他们也想做 但是女友谊是已经做一个星期的curfew 所以现在很多女友人已经冷静了 所以女友谊现在好了很多了 好,那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情况 好,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